大家好,这里是迪阿普图大波胡 今天的视频是一次粉丝群内组队飞行的活动实况 大波胡带领群友们一同在微软模拟飞行中 低空领略意大利东北部的风景 沿途包括维罗那、帕多瓦等维尼托大区的市镇 以及举世闻名的水城维尼斯 之后进入阿尔贝斯山 欣赏意大利当地多罗米利山的美景 本次飞行中 大波胡将驾驶A2A出品的PA24科曼奇 这是目前公认的体验最好的小型机 对此感谢你的朋友们 可稍后观看大波胡之前制作的 机模介绍以及入门答疑视频 本次飞行的具体线路如现在画面所示 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那起飞 逆时针绕行 最终将落在阿尔贝斯山中的布尔扎诺 好了 闲话到此 现在请系好安全带 观光飞行正式开始 起飞之后各位直接跟自动看着文章大师的城市 这城市就是在机场边上 在游戏里是有摄影测量地景的 所以看着就很好 所以看着就很好 围东纳这个城市里面刚才观众提到的 这个城市是有一个斗技场的 我们可以找一找 这城市是有一个斗技场的 在瑞浩尔的回音 不要动摄你的回音 谢谢 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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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个原型就是在维罗娜 当时的那个阳台还留着 只不过我们在天上就比较难找 斗技场在哪儿呢 绕一圈看看 我把耳机带上 今天这么多人啊 对 从天上看这个城市 其实确实 确实挺美的 而且是意大利特色 全是红色的方顶 找到了 我这个位置是斗技场 比罗马那个斗技场保存的完好一些 然后这个区域看来都是一些古建筑留下来的 有很多教堂 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阳台 那个阳台我就不找了 那就是犹如大海捞针了 我再绕回来之后就沿着航路走到下一个地点去 在这块大家观光光光往下站走的时候是建议看一下AP路线是比较直的 而且是大平原 也没啥也没啥可操作的 原来是在上古的斗技场边上有一个现代化的足球场 真棒 忽略 这跟跑道怎么这么远呢 你跑到3000米那朋友 所以我学乖了 我中间就起飞了 在路口停下来把警察单做完 行我现在接个AP 然后让他自己往下一站坐 警察单做完 警察单做完 然后是 Departure with Lending Line 哦!AP接通 现在这块就是标准的卫星递角了 已经脱离的摄影测量区域 这个小飞机怎么开AP 我做过一期教程 你可以直接看去啊 但这个AP是比较原始的 都不能跟着航路 航路只是航电士的参考 这飞机跟不住的 距离下海站目前还有30多海里 我先介绍一下下海站 下海站是 我们目前在这个维尼托大区里的 另一个 可以说是中型城市 叫帕多瓦 这座城市按照公开的资料记载 也是美丽如画 然后在游戏里也是有摄影测量地景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过去看一眼 从记载上来看 这座城市有很多 上古时期留下的城墙 现在还留着 行 一会儿我们 大概飞个30海里之后就能到了 现在这段就是 等它飞过去就行 然后这块就是意大利 东北部的这个大型的平原 如果各位现在没事 那个挂着一屁在这没事干的话 其实可以往 我们的北边 就是左手边看 各位已经可以看到雪山了吧 那就是阿尔贝斯山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行程主要分 主要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在这个 维尼托这边的平原里 然后游览几座著名城市 包括刚才的威罗娜 然后下一站的帕多瓦 帕多瓦之后再下一站是威尼斯 这个我就不说了是吧 然后第二部分是进入阿尔贝斯山 那个第二部分的内容到时候再说 高度旋角为什么不能整数调整 你是不是把米质单位打开了 如果你打开米质单位的话 它是按米质单位的整数调的 怎么知道一个城市的地景质量好不好 你去看一眼就知道了 这块平原真的是一马平春 除了阿尔贝斯山之文 怎么关掉米质单位啊 在那个PFD选项里边有一个米质单位 空置一下发动机的处理 空置一下发动机的处理 所以帕多了 你看各位 meer的摩扰 给我们的增加 Eğer让我们追上去 在这边上边有个游戏 你可以先看看 VL N9 VL N9还挺漂亮的 游戏卡住了 SU14的特色出现了 能提前查到哪有实测地景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谁做过 整理的列表 每次的世界更新 它会在更新出名上 会告诉你是哪个城市有 但是说包括微软官方在内 我是没见过有人做过完整的列表的 这个高度居然能电成这个样子 这边风手多大 卫生间这个landing line怎么被我弄成host模式了 啥意思 就是一闪一闪的那个降落灯 它是我记得是检测到周围有交通之后 它自动变成闪的 你把tikas关了 我明白了 而且我记得那个vgat的tikas是自动开的 你手动把它关了才行 这次是降高度 你还降高度难道不是一起飞的话 就直接把这边堵下去了 我操你这个33310飞得够低的 我看着我都害怕 什么还有一架军机过来了 你这是F14还是F18 看着模型上 我这匹配的模型是 对F14 你能以为你这个F14是TC Designs的 还是Hit Blur的 前面有个山包 我得先一会儿爬上去 这个vgat好像更新了 我看那个traffic了 Kumashiro 你这个飞机是啥 其实现在这一段 这30海里 其实是今天最无聊的30海里 过了这之后就有意思了 各位可以小期待一下 断AP把前面的山包爬上去 锁叫这块手飞一会儿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挂着AP的各位注意一下 咱们的这个线路上 有一个小山包 不要撞上去 特次提醒 这个traffic有意思 报距离又报那个 角度是吧 对 看着默认科技模型天地飞 我说是不是今天这意大利 北边这多大的风 我说好吓人的样子 我问一下你们不是天气怎么样 我这全是云的 四千英尺就上不开 我们是天地飞的 所以无所谓 但主要是风大现在 怪不得 我们今儿份观光啊 难道你不贴地吗 对 驾驶舱里通个风 行 这三十海里已经飞了一半了 再飞一个石头海里 就能到八道瓦子 我说什么拉不起来 他那个 他那个 那个train给我自动驾驶的时候 拉到负十三 你看了个AP是吧 对 开了个AP 我说这机头猛往下压 你证实了WitchJet的AP 会这么打背屏 我多人又掉线了 也只能看见少数万钱 什么 有人在飞R225 没看错吧 对对对 有吗 还真有一个 没瞅见 这个天气首飞 也就是模拟飞行里的 现实中的话 那就是空中建设房了 我错了 世界书9有什么功能啊 我好几个视频里都有介绍我 那我就在这里再介绍一下 是一个社区功能 允许所有人 你也行去提交机场的数据改动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机场 这条滑行道 尤其你叫Alpha 但是现实中叫Bravo 你可以把它改了 然后提上去 提交之后 微软那边会有人审核 审核过了之后 所有玩家都能接到 都能接到你这个改动了 然后所有玩家的这个机场 都是那条道叫Bravo 但是这个功能是绑在地景编辑器里 所以想用的话 你得先汇用地景编辑器 以及这个功能目前还在封测 所以还不是说完全开放 但这个功能你应该懂了吧 UP还飞这种小飞机 基本上我除了军机和直升机杀斗飞 我来了 现在多人服务器又好像不大稳定了 我现在只能看这三个人 我挺好的 我都看到 没事 现在这段反正大家跟着航路飞就行 航路飞就能到这个帕多瓦 帕多瓦那个点是 India Papa Oscar那个VOR India Papa Delta那个VOR 那个点其实就是帕多瓦这个城市 306我得找时间飞 我买了还没飞呢 IRS数据能自己改吗 这个我不清楚 因为地景编辑器能做什么的事 其实我没有研究过太深 好快到帕多瓦了 我看城市介绍上说是 有和刚才那个梅洛娜一样 有很多上古时期留下来的像什么古城墙之类的 我们可以找一找 对现在我是单方面看不见别人了 好奇怪 我现在只能看见三个人 Carol J 牛爷爷和阿飞 可能看见他们的伞 看不见你了 但从之前几周VX的情况来看 它应该是过几分钟之后会自动恢复 再等一会儿就行 实在不行 我就手动激活一下换服务区 对吧 就快到帕多瓦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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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六海里 像到了这之后的气象变 有些是云傻的变好 变好很多 比刚才梅洛娜好 比刚才梅洛娜好很多 我的表速是140节 我是不是得开慢点 我飞稍微再飞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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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COST 飞机名字 你拼一下 在你 C-R C-O-R-S 在你的右肩左前方 对 我刚才问了他 好像他也没回话 VCJ能八字改十字吗 改不了 加明航店 强制八字 请你适应 我已经到了帕多瓦的摄影测量的区域 我找找看 他所谓的古城墙还留 是不是还在啊 难道前面那 我现在左手边那段就是 反正据我所知 加明 制一千 制一三千 制一五千 航店都是默认八字 制一 没法改十字 那个不是城墙 那是现代的楼 我现在地形有点渣 应该是网络 网速 网速不够快的缘故 有没有不可能这么渣 这块的 这个城市其实没啥高楼的样子 这几座现代化的楼 已经在这应该算高楼了 前方还有很大一片市中心的感觉 反而非 等于是你们能看见我 我看不见你了是吧 这个摄影车的面积好大呀 感觉一眼望不到边的样子 这是做机场 咱们V12那个地方实际上是做机场 你们可以来骚扰一下 这才是中心 有些高楼 刚才那只是郊区 就沿着铁路飞吧 这是啥东西 确实有个机场 我准备 感觉是个仓库是吧 还是说废品处理厂 这个是 现在去市中心 市中心那块有个红色的楼 啥玩意儿 我就看一看 意大利的铁路建设其实挺好的 你看这几座城市你能看出来 我们的评价标准是一个三线城市 这就市中心了 就这么几座 几座高楼 那个红色的楼啥玩意儿 我的摄影测量的网速回来了 但是多人连线还没回来 这是什么 他只是说一座红色的楼是吗 至于为什么是红色的 看着好出戏哦 这有座宜家 好大啊 太大了吧 哦 左手边这个字吧 宜家很显眼 蓝的 这旁边看着像个工厂 感觉这是赛马场吧 这个是 我手动切换一下 多人服务器切换啊 我先切到美东 然后再切回来 迪金数据加车也太慢了 我看到车在天上飞 然后再切到东南亚 我觉得确实说网络不太好 加载不出来 京都很差 我这儿加载地景的网络回复 看着看着不错 这块也是摄影测量 它这个城市的摄影测量 面积太大了吧 感觉忘不到边的感觉 突然又加速器嘛 这个是不是网络问题 属于玄学 没有人可以帮你解释这个事情 只能说你自己是 那块是 左手边那块 刚才我看到一块东西 那块白的东西是啥 我过去看看 那边是工厂吗 很出细啊 你是不是能看那块白的 特别大一块 一块白色的区域 对啊 我就在这上面啊 我去看看 看着像工厂 感觉没有楼啊 有可能 我现在我去到美东 然后再切回东南亚 还是看不见你们 好神奇 PMDG737官网和游戏市场 蛮有区别吗 问题很好 半小时前就有人问过 答案是没有 唯一的区别就是更新啊 对那个市场的版本 可能更新会晚几天 但内容是一样的 你甚至在市场买的版本 你还可以用PMDG这个程序 去装它的涂装的 哦 这是个矿场 周边的这些白色的房子 是相当于服务这个矿场的 我说怎么和周边的这个建筑风格 格格不入呢 你说你那一片白的 我是说这一片方方的这个 行 现在回到那个VOR 就是回到那座机场 然后继续顺着路线 飞到往下一站走 对这条路线的相对近一些 以及这个高速路 好长 好直 好宽 太直了吧这个 逼着飙车是吧 目前你要问空客的模拟程度 比较高的也就是320 即便现在是XPLANE里那家350 其实模拟程度是挺渣的 现在往回到那里的机场 然后顺着路线继续往下一站飞 下一站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之一 威尼斯 未来会有350吗 INIBUTS已经确认了他们正在做350 和380 这边只是这个递进服务器 不行 我这递进服务器还行 但是多人服务器不行 看那个 看那个刚刚体育场 那个看台都是服务的 我这很好心 在这反过来 什么叫可信吗 那是INIBUTS自己说的呀 他们INIBUTS自己说再做了呀 你还问可不可信 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你问这个不好看 衣表是问的是啥 保罗同志 那个红色的楼真是太出戏了 总之各位能看见我就行 跟着我飞就完了 我现在开始往下一站走 这游戏的界面 我现在没有任何界面 这个是这架飞机的原本的样子 如果你问界面的话 游戏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UI 就是无论你飞啥飞机 它都有一个特定的UI 你是可以打开的 作为数学者的话 可以看那个 来判断飞机的状态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是这架飞机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它没有任何UI这个概念 你是想知道 这架飞机 它原本的这个样子 怎么该看数据吗 还是说你想知道 怎么打开游戏这个UI 风还是有点扯 仪表数据在哪看 你看正前方 有六块原型的仪表 这块 这个东西就是在航空夜 这个是属于六大基本仪表 空速 姿态 高度 这个是那个 你的那个平衡姿态 这是你的那个导航信息 这个是你的 垂直速度信息 基本上所有的 没有装现代化航电的飞机的话 都你都能找到这六块仪表 这基本几乎是标配的 然后通过这六个仪表 你能判断飞机的 飞机的各种状态 盛冲阳起床了 你这个看教程这三个字 也不能这么说呀 怎么看教程 他教程是要学啥呀 这话都不是这么说的 你是飞行员 难道你不懂六大基本仪表吗 还是说你从航校出来 是学的值一千的 如果你想知道 看得看得看不清楚 你不要通过 现在的直播画面来判断 我现在在我显示信上 我在我的显示信上 看得非常清楚 这摄像测量器 这个摄像测量器 真是太多 到这儿还有啊 这具有多大的 没错 拿出去看一看 你 我 我有烂话我忍了 我只能说保罗颜一朋友 下次说话请过一下脑子 谢谢 好大的右侧测风 这儿还是摄像测量的 我操这次去有多远啊 等会儿我是不是该修一下这个 没事继续飞幅 算了挂个AP 修一下这个CDI 我终于离开摄像测量区域了 这泡德瓦的摄像测量好大啊 这块是那个违背性地景 能看出来的 先挂个AP 然后去修一下航向 这飞机怎么能稳住 116 对我用的通秒 小飞机颠正常吧 很正常 你飞机 你就这么想 你飞机颠不颠不都是由于惯性 你质量越轻 惯性越小 惯性越小啊 你就会更容易被外地影响 这是物理原理 用了通秒 就这块挺近的 行 那个马上就要到今天的下一站了 我把AP关掉 再首飞这块 下一站这块 我的建议是 各位严格的先飞到Vector Papa 三八洞那个点 先严格飞到那个点 然后往北 各位到了之后就知道 为什么我说严格往那个点飞了 现在这块水域是亚大利亚海 地中海的一部分 不是在做任务 我是组织群友在组队飞行观光 只不过我这儿 由于各种奇葩的网络问题 我看不见其他人了 但是现在我能知道 现在跟着我 跟着我飞的有二十多个机组 密密麻麻的 但是我看不见你们 你们都看见我 这不看扯蛋糕了 行 到了海上风反而变小了 好神奇 我们的下一站是威尼斯 我估计各位应该都听过 这座城市的名号 这个水城威尼斯不是浪德须名 而且从原则上来说 水城威尼斯 就是单指那个水城 是联合国 清典的世界文化遗产 我刚才切了服务器 没用 为啥飞机需要修压 科班马赛克 你这个问题你先留着 那个 等我飞完这段的话 如果我忘了回答的话 你再提醒一下 我现在要说一些事情 我现在没有过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想回答的话 还是要说一些口舌的 我刚才继续说 威尼斯水城威尼斯 各位都知道 但是威尼斯这个城市 自古以来 甚至是往前翻中世纪也算 再往前翻罗马时期 古罗马时期也算 威尼斯这个地方 历来都是 他通过他的商业贸易 对于意大利的北部的政治 政治有很大的影响 威尼斯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全球很早的一批 知道怎么经商的人 是在威尼斯 然后早期他们就通过经商 赚了很多资本 然后这块可以说是 虽说是在 罗马帝国的范围内 但是威尼斯的独立性 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 水城威尼斯 但是真的要说的话 现今的这个威尼斯 这个城市规划的范围 是极大的 包括现在眼前这儿 就也是威尼斯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我是跟大家说 严格的先飞到 Vector Parfa 38弄 因为从这再往北 顺着这个 你能看到有一长串的海滩 是吧 这个学名叫沙洲 这一长串都是威尼斯 这条公路直 公路你说是哪个 到城市的这边这条 你说沙洲这个吗 川海这条公路 川海这条公路 你是从水城那个 你说这个 以后水城威尼斯那边 还有一个世界 世界工程学奇迹的 跨海大桥 你看看 比这个还要扯 我这个头苗是软件算法 不是什么硬件 各位可以看到了 这个从这开始的地景 已经是摄影测量了 这块是码头 然后再往前 能看到很一个大细长条 一直沿下去 那块学门 这种地形学门叫沙洲 然后在这块沙洲上 基本上都是度假酒店的 因为这块全是沙滩 所以各位以后有机会 想来费尼斯旅游的话 除了水城之外 这也是也可以考虑来一来 然后顺着沙洲 飞着飞着 各位就能看到水城了 非常明显 我们先顺着沙洲 往北 看一看沙洲上的 各种度假酒店 等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 少数几个人 好神奇 给我感觉牛爷爷 那个F14 好像很吃地的样子 这些还是民宅 基本上这个红色房顶的都是民宅 远端 远端那个一个两个白点 那个是什么 两个白点 会到那里吗 啥 左前方 应该是杜伦吧 正前方的偏左 我看到 应该是大型杜伦 你威尼斯的港口上有几个固定的轮船 游戏放上的 应该是那个 这么长一条 住这里 这海景房也便宜 你自己想想 对吧 没人跟你争啊 刮个台风来个海啸 不是就没了 是 而且在威尼斯这块 什么海平面上升 影响很大 外加水城 威尼斯现在的下沉速率是很快的 有人都已经 拉警钟了 可能过个50年 水声没了 对 实时时间 这块 你就这么想 你在水城要生活的话 家里有艘船 那不就是 必须资源吗 要不然怎么出门 再往前 过了前面这块 这个沙洲的话 就是一些酒店的区域 这块还更多是民宅 这又是一个大码头 然后外边这个海 就是亚德利亚海了 仔细一想的话 威尼斯这块的摄影村 面积也是超大 游戏里有船 有人都卖的 你可以来试试 在这开游艇门 看到了吧 这已经开始有一些酒店了 那头空空的 码头那边是挺空的 然后过了 再往前走一会儿 能看见 你能看见一些酒店了 世界更新装多的会不造成卡顿 不会的 不来就不会卡 不是 我现在说的是 它不像X-Plane那样 它会X-Plane是盲目的 把你的所有的东西 全给读进来了 各位用管X-Plane都懂 微软模拟围经不是 微软模拟围经 你用啥它在读啥 你不用它都不读 即便你装着的 等会前面左拐 应该能到轮船那里 看一下好像是轮船 咱们肯定要去水城啊 对吧 肯定要往那儿走的 这块都是一些酒店了 能看出来的 你这建筑风格不大一样了 P3D和2026有什么区别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拟器 你要问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 我怎么回答 应该是个小港口吧 对啊 不是小港口 为什么它都是一脚出去的 不 这明显是 这每一个出来的 伸出来的地方 是每个酒店来管控 你可这么想 你们看这块全是酒店了 对吧 挺游艇的 有可能 一块挺游艇的 对有可能 对 这么说是有可能 因为 你想这块全是沙滩 在沙滩边上开酒店 肯定是希望人们在沙滩上待着 所以你们这帮开游艇的 船给我停远点 你看这沙滩上 这沙滩上能看见一些 这个娱乐设施的 行 过了这个沙滩之后 就可以往水绳那边走的 哇 这云层有点厚啊 咱飞这么低管 这云层干嘛 看吧 现在过了这个叫Vector Papa 4.5之后 就可以左拐 直接都看见水城了 威尼斯水城那是世界文化遗产 建议各位真的是有机会去意大利旅游的话 赶紧去 可能真的是过个二三十年 这玩意你就不好干了 因为最近几年 威尼斯水城的这个被淹的日子 每年都在都在提高 这就比较扯淡了 因为很有可能过几年 可能这水城一年里面有100多天 是在被水淹着的 这不好玩了 我的人船呢 其实水城的面积没多大 就这么一块 很小的一块区域 因为过于文明 大家都知道 我想把那个很著名的教堂广场找出来 应该不是这座楼 应该是左手边这个 这座比较大的岛上 往楼上班 说得好 水城的楼 没有一层的 至少都是两层楼高 以及看到这个景象 各位刺客信条老玩家 应该认识的吧 我就不说什么了 水城就像高楼 我没想到 有点意思 真的是水一涨就 直接就压了 它就没有地面这么想 是吧 它这 微尼斯还有个火车站是吗 火车站一会儿咱们能看到 特别大 已经看到了 好几页 那个回到呢 对 然后是有个大桥看到了吧 对 一会儿咱们要顺着这个桥去内陆 等于现在在水城这边再绕一绕 我得把那个很著名的教堂找出来 是不是在后面那里啊 那个教堂还在 还在一个大广场 那个你应该看到了吧 你说是水城里边 那个教堂吧 水城里面有个教堂 然后有很大的广场 那个去过 那个地方 你去过是吧 我来 我来 我以前飞过 你是 你说来飞过 我还以为现实之后 不能去 不不不 没有 没那条件 我想 我说那个地方是因为 就是 大家也看到水城的这个概念 它没有什么地面的 这个概念 概念它不存在 对吧 但是那个大广场 是这个水城里很罕见的 有块地 你可以这么走动的 只是三个游艇在这里 好大的游艇 找到了 就是这个 前面很尖这个建筑 然后 这个塔旁边 这个塔 对 这个是大广场 就我说的就是这 就那里 刚刚路过那里 对 这个大广场 就是大广场 然后刚才说的 就是刚才说到 现在威尼斯每年 被水淹的日子 会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广场 就比较扯淡 经常被淹 行 来看看 这大游轮是够大的 三辆大游轮 三艘大游轮 还有小游轮 准备绕个逆时针 然后顺着这个火车站 这个大桥 然后往那路走 这座桥 我不知道现在 有哪位观众 或群友是天津人的 这座桥的名字 你可能会吓一跳 这座桥就解放桥 因为解放桥 在天津人的心目中 是有特殊地位的 行 我逆时针让过来 然后顺着解放桥走 这个解放桥 是公路和铁路 同时运作 然后这个桥 各位也看到了 很 造得很扯淡 真的是以后有机会 来这边水船来看一看 因为再不来的话 很有可能就没机会了 就不是那么淹了 这个船可以停自送机 应该真的 其实玩这个游戏 好多地方都想去 维尼斯 维尼斯这太特殊了 全世界这种地方 您这往哪找去 是吧 行 顺着解放桥 这是铁路火车站的一个桥 然后这座桥 还是还能通车 等于是公路和铁路 共用的一座桥 原来还有足球场 我的天 这是在欧洲 你想啥呢 那不很常见的事情吗 你脚射门出去射歪了 射水里 射水里 这桥第九都还不错的 这桥中间这块 伸出来一块 说是上面有个博物馆啥的 看一下这是啥东西 不是个博物馆 是个纪念碑 懂了 你们在火车站出来右边有看到一块草吗 方方的 有人说那块草是鸡血库 两块不是一块 对 然后从这个铁方桥过来之后 往左边看 你能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港口 然后往右边看 又是一块很大的这个城市 其实这儿都是威尼斯 刚才也提到了 威尼斯现在的这个城市规划面积 是极大的 可以说是一个超级都市 那桥我觉得能落 因为那桥感觉上是个实体 我再走个逆时针 绕一下港口 然后再往这边这个城市走 威尼斯现在这么看的话 可能我们脑海里说 威尼斯是那个水城 但现在的威尼斯是一个面积 你也看到的是 面积贼广的一个超级都市 对 仔细想也对 刚才不也提到的 就是人类历史上 威尼斯人是最早期的一批 知道怎么做贸易的人 所以港口对他们来说 非常重要 估计也是犹太人吧 不是 早期威尼斯人是土生土长的 跟犹太人没有关系 后期犹太人肯定不少 那肯定的 对 我得想这些大罐子是干什么的 那就是仓库 码头上仓库不是很常见吗 油罐吗 码头上有这种东西很常见 我差点点拐个弯 甩下去了 都是集装箱 我看有人说 有观众说有人尝试降那个桥 然后失败了 但是这个吊车我这边都加载不出来 已经 因为吊车那个摄影厂量很烂的 有可能就是那个样子 摄影厂量的结果 现在这块都是码头区域 然后再往一会再往左边飞那块是城市区域 包括这个后轮也是看了个股价 这飞机啥情号 这是PA24Combanti 现在品质和体验最 游戏内品质和体验最好的小飞机没有之一 你要让我说唯一的问题是 它只是一个很传统的仪表的飞机 没有现代款航电 可能有的朋友会不大适应 这是唯一的问题 导航只能飞V2R是什么 弹调V2R都跟不住 导航还是弱的 我在那个XP里面飞那个R4 那才叫头头 它就没导航概念吧 这飞机 它那个导航概念跟咱们那个 跟西方的不一样 和N25那个有点像是吧 对 反正它那个俄罗斯那套东西 反正挺烧脑的 专门有一套叫成桨 这个大家还没看明白呢 我说这个大吊塔 做得好屌的样子 这有个吊塔 然后还有很神奇的 这个桥的这个形状 这码头有点猛 当然刚才也说的 这个毕竟是人类地理上 早期经商的人 现在往威尼斯内陆这块城市 这个区域做 这种大仓库 大罐子 所以这么一看 各位应该明白了 现在的威尼斯 可不只是 不只是那个水城啊 这是个超级都市 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它周边的平原面积很广 它想扩建的话还能扩出去的 它不用怕 所以对比一下 另一个超级挑战都市 东景 高下立派 我就是今天 往这儿来了 就这个样子 我知道 真的知道这块城市 但是以前我没有往这儿飞过 这是今天我第一次在游戏里过来 这里好像是个造船厂 它那个是不是造的游轮 有可能 你这么说的话 仔细一想 四造船厂 这儿有造船厂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仔细一想 是四造船厂 仔细看了一下 行 今天的在平原地区的观光 基本就是这些了 然后现在顺着航路往北走 这往北走的话 有大概那么三十多海里 过程中还能看见一些003 003散的小型城镇 这些就不介绍了 反正目前还是在 维内托大渠里面 然后往北方向 飞大概30海里之后 就能看到阿尔卑斯山了 然后穿进去 各位听到穿进去 应该下一步该干什么 我就不说了 其实摄影测量的 电脑的要求不真不高 比那些纯3D模型的地区的 要求是低一些的 网络差就不行 网络要求是更高的 我现在看这路 但网络的处于玄学 没法可说 所以温吉斯这个摄影测量的 面积也很广 现在这还是 这是哪位的 PL24跟我在飞便队的 刚发现 这块也是摄影测量的 面积好大 我在想 如果你真住这的话 你今天想去水城 是不是得开车开两小时 我多人玩家终于回来了 现在能在天上开的 密码麻的全是飞机了 我稍微飞慢一点 等一下各位 然后这块我就直接挂AP了 这块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原范围 然后稍微飞慢一点 然后挂个AP 不过米兰 米兰在我们西南边很远的地方 很远 距离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我先修一下这个航向仪表 差了十度了已经 我先修一下这个航向仪表 我先修一下这个航向仪表 我现在速度降到一百三十多迈吧 飞太厉害点撞楼 对修压这个事是这样 我终于出了摄像测量区域了 修压这样 现在即便是这种 我现在飞在这个结构简单的飞机 上至波音七八七的那种超级现代化的 这个怪物 甚至是所有的火箭 就是人类所有的航空器 他想知道现在我自己有多高 基本上是用一种方式 是检测气流流动和气压的这个数值 但是这两个参数都是一个相对的数值 我如何拿这个相对的数值 知道我现在真的有多高呢 这就需要有一个外部输入的参数 就是这个修压这个数 修压现在基本是两个比较惯用的单位 一个是毫米拱柱 还另外一个是百帕 你把这个外部输入的这个 其实这个修压这个数值 在现时我们还另外一个说法 就叫气压 就是那个概念 比如说现在我修压表上写着 腰动腰动 等于现在 也就是说现在外部的气压 是10.10百帕 就是那个气压那个值 就是那个数 然后把这个气压这个值输入给飞机 然后飞机会 刚才提到的飞机 它有一个外部都有一个探测器 这飞机不让我们看出来 这飞机好像外部看不出来 你在那个 在这呢 就这 这个不是 你在那个客机上能看着 客机 你看客机机头外面 你能看见有好几个 伸出去的探测 那个小探针 那些就是用来测量 进气量啊 气压啥的 用来测这些东西的 然后它测到测到这个相对的数值之后 然后再根据我们肯定的这个 气压这个数 通过一个公式就能算出来 我现在真的有多高 是这么来的 起降的小心停来了 然后另外的话题又是 为什么你要起降的之前 你要查一下当地的气压呢 因为刚才这么一说 你也知道就是我飞机有多高 是根据气压 我给定的气压数值 它才能正式算出来 所以反过来说 飞机自己不知道 现在气压是多少 所以需要外部输入 如果你没有输入气压 或者说你输入的气压数值 是错了的话 那么直接产生的一个结果是 你飞机报告的高度 和你真实的高度不匹配 那么就很危险了 因为你飞机要避障啥的 就完全根据高度来去做判断 结果你高度不对了 然后你就基本上只要死掉的 对气压是能输入 不过他嘉明有一款 可以通过无线电来测高度的 那不还是通过GPS吧 他有个新的模块 就是通过无线电 如果仔细想也对 他只要能拿到三个测量点的话 其实也能照天然高度 然后他再用这个高度来反推气压 也能算出来到时间 是 收压修多少来说我没修压 管住说干嘛 你保身目视呗 我看看现在威尼斯机场修压多少 刚经过 维尼斯机场的修压 现在是腰洞腰洞 按B球压出的好 行 我现在已经看到了阿尔贝斯山的这个山口了 一会儿顺着这个山口进去 最开始这段是要在山谷里穿行的 各位 真是有毛三个月了 没在山谷里穿过了吧 今天给各位爽爽 你游戏你可以按B呀 你现实中 现实中哪有B这个键可以按呀 朋友 速度我提上来一点 你说切标压那个事是吗 切标压是另外的概念 是这样 知道确定高度 除了是我们自己为了活命 要知道确定的高度的这个值之外 还有一个概念是 空管也要知道你们这帮飞机的确定高度 因为它要根据你们的确定高度来做空中交通管制 对吧 所以有一个概念就是 比如说啊 现在有空管跟我说啊 那个爬升到2000英尺 当地修压是 1动2动 然后跟空管交流的话你不得复数吗 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只复数了说啊 爬升到2000 然后空管会立刻纠正我 还有后半句 修压就6动2动 因为你修压的对你的修压对不对 空管那边是有直接责任的 因为它要知道 因为它在它的雷达上看到的你的高度 是你的飞机自己汇报的 等于是你的飞机 修压得对才能汇报出确定的高度出来 然后这就扯到这个切标压这个事 和这个空管要知道你们的确定高度是一样的 因为空管要知道你们的确定高度的前提是 这个区域内的所有飞机的修压基准是一个值 对吧 只要你的修压基准一定 那么空管那边拿到的数据上 是它能它能进行进行管理的 你这个去放开思考的话 你会发现当我的飞机飞到一定高度 比如说国内的话 一般是飞到9000到10000英尺的时候 管制就会让你切标压 为什么呢 你仔细想一下 你在你距离地面 你飞得很低的时候 你的真正的实际的高度是很有用的 因为你要去避障绕山 必须要知道你现在实际高度 但是你飞得很高的时候 你飞机的实际高度和你的高度表 汇报的高度差那么几百英尺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 所以可以说是为了图省事 那么到了一定高度之后 所有的飞机都切到一个另外的标准 以当前的气压是1113来计算高度 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另外的问题就是 每一个地区的这个切标压的高度层也不一样 因为它要考虑到每个地区的管制习惯 以及每个地区本身的海拔上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学生能说出来的 是很高的 才能做出来的 这个则是很高的 我帮我们去找他 我觉得我们去找他 这个uellement 你去找他 那他 我帮我找他 他 多实际我们去找他 好 那三个路口吧 你要说为啥不能飞机自己算气压值呢 因为你飞机的高度是不断在变化的 你怎么算你怎么你飞机怎么算自己的气压 你没法算的 你是你就想你基于什么去算气压 不就这个不就这个问题吗 对吧 你这么说吧 高度和气压 这两个是同一个数值 你这么想 而且不同天气气压也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在地面上能制造气压 因为我们在地面上我们高度不变 我们的高度是一个固定的 然后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判断 我们的气压会有变化 然后通过这个变化在眼神中的算法说 现在这个变化的量是这个是这个值是这么来的 但你飞机在天上你的高度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那个时候你就没法去算了 你没有任何基准可言了 我感觉我的导航 走 行就要穿山了 那位 math 是叫 math 开头苗 关AP 走 现在面前的这座山 我就再重复一下 面前的这座山叫阿尔卑斯山 这座山有多重要我就不用说了 然后这一块阿尔卑斯山很大 然后阿尔卑斯山的区域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山脉给不同的名字 我们面前的这个山脉的另一个名字 叫多洛米蒂山 一会儿我们首先飞的这个第一段 是在这个山谷里穿行 然后大概飞到比较靠北的那个位置之后 就要爬起来 然后从比较高的高空上 看看多洛米蒂山啥样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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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先提醒一下 这个我昨天晚上我试了试 因为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干 所以我先试了试 这一片阿尔卑斯山区域的里面 这些桥洞不要穿 你的飞机会判断成坠毁 不要穿 别说我没提醒过 如果你看到有桌的一脚小 你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我相信会有投铁的朋友 看看是 这山脉里面好多房子 这都是有人住的 这阿尔卑斯山里人口很多的 跟你讲 有这边还有一个塔吊 对 这是盖楼的 盖楼的 这个峡谷也太宽了吧 其实阿尔卑斯山里面 就是挺惬意的 风景如花 我看到天壁就穿过去了 这刚进来就就看到一座桥是吧 走走走走走走 你能穿吗 还真穿过去了 我就不干之操作到的 你们你们穿 你们穿 拉起来了 主要这个 波西江好像坠毁了是吧 他那边比较窄 因为他那个 保驾一过去 就是一个小山坡 对 暂点速度 这块各位 不要考虑什么平飞啊 因为山谷里面的高度变化 是很频繁的 所以注意牧师 这个小胡不错啊 小胡不错 老胡不错 我面前一架TBM坠毁了 这边不能穿 这边不能穿 这个 这个输太低了 我刚才眼睛 眼睁睁的看见我前面一架TBM 翻过来 然后坠了 好惨啊 这个就 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试下去 估计就要嘎了 试试就试试 这个看着可以穿啊 这个 给点速度 追上你们 差点点 差点点 回头你出去之后 就是一山崖了 好像又有人追回了 可以穿 那个可以穿 卡罗J 你飞这玩意儿 我不建议穿 你爬不上来啊 其他他们 你先飞Vision的 哦 你还真爬上来的 倒霉 不是追回了 是我又看不见你们的 对 我要去射一个那个键 那个Y键 叫什么叫什么来着 Y键不是默认绑定的 我取消了 那就不知道了 我好像又看不见很多玩家了 但是又看见另外一些玩家 这是个采矿场是吧 看着行吗 我看着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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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刚才咱们飞过来 就各位可以往这个 右后方看一看 上面那个山顶那块 其实挺奇怪的 这个形状 然后这有一个很大的湖泊 然后再往北看 就能看到山顶 已经开始有积雪了 前面的山顶还是继续穿的 我已经追悔了 我现在只能看到牛爷爷 Carol J和波奇匠 其他玩家已经看不到了 牛爷爷直接加力拉满 这块儿感觉很适合居住啊 这块儿感觉很适合居住啊 从前面那个山谷进去之后 就正式的进入了多洛米地山的范围 我没有开损伤 那不然就废了 我记得这山中央这块湖也就是靠积雪了 阿尔卫斯山下来的雪很雪量很大的 我说左手边这块的平原面积更大 好大一块的平原 但我们现在是要右拐青山谷的 知道刚刚为什么会坠毁了 原来是我的机头一直在往下压 那个配屏 老是自动给我打起来 为什么要明明要手操的地方 你叫JAP 没有前面heading的时候 忘记看了 关heading的时候 观众说的对 感觉我现在左手边这块地区 确实很适合很适合滑翔机 那现在滑翔机可不敢穿山谷 万一丢失了胜利的话 你就死里边了 那你说往下玩滑翔机的是不是 都对我大心脏跟你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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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滑翔机那个任务的初始高度 是比较高的 所以还好 如果现在像我这个高度的话 你基本就是死路一条了 如果是滑翔机的 前方那些雪山就是多罗米蒂山 多罗米蒂山是一个大型山脉 这块区域现在还是靠卫星图渲染的 可以想象一下在2024里会是什么样子 看一下多罗米蒂山的接受 多罗米蒂山又名白云石山 贯穿意大利北部三个手 不包括刚才我们过来的那个 那个 那个 维尼托大区 因为咱们就是阿比蒂山入口那儿已经 已经从维尼托大区已经出来了 多罗米蒂山的这个特点就是一是很多山的是有雪顶 而是山顶是连绵起伏不平的 从远处看特别的震撼 现在还看不出来 再往里面穿一 再往里面飞一飞的话就能看出来 你是能挣扎呀 当地居民可跑了呀 这块完全还是通过卫星图渲染的话 还是有现在这个样子的一个问题 精度不是特别高 对 这段路停转 对 这段路停转 这边这么窄这里 这个塔雕这个要盖东西应该是 估计修桥吧 估计修桥吧 估计修桥 看得像是模型抽 哦 哦 变雪山了 对 现在已经进入了雪山的范围 怎么有个喜悦的量飞这么高啊 应该不是不是 行 我看一下地图 再往前飞一段就得爬了啊 就得爬到八九千甚至一万多 因为再往前的话山谷就终止了 就只能往上爬了 各位可以准备一下 准备爬升了 各位发现其实在山谷里边很难去看到 我刚才说的多罗米迪山山顶那些连连起伏的样子 不好看 所以得爬上去看 以及这又有一座桥 我就不试了 你们谁经过的话可以试一试 有 我来了 那看来咱俩的位置 位置基本上同步 我在你屁股后面大概一两公里 哈喽老胡大迪在 哈喽老汇哥本身好 我在老老师飞航线 上 这个桥想不去 老汇哥声音有点小 没事你们继续飞 哎好 其实现在 往左看能看出一个很尖的山顶 这就是说多罗米迪山这块 有很多山顶里面起伏的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我说这还有一座很大的桥 我就不穿了留给你们 这桥的地景有问题吧 怎么是双层的 而且中间断了 这桥的地景有问题吧 而且中间断了 先我们开始爬 给一些控诉 这个桥啊 随便了 你看到这个桥地景有问题了吧 对 是的 中间少了一块 对 像铁柜啊 这块有铁路也说得过去 行这是个大坝 这是个大坝 我看出来了 这是个大坝 只不过结冰了 这水库结冰了 真饱的 然后过了大坝之后 各位可以准备爬升了 可以看到这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 这个 连绵起伏的山顶的 多落与地山 哦 左前方 哦 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顺着 我们的寂静路线 一会儿会有一个叫 三丰山的很神奇的石头 尤其你是做出来的 冰面是实体 是能降的 是实体 哎 那这不 是吧 感觉还好传的距离呢 走 降水库上是吧 说的好 不行不行不行 前面没有路了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 其实那个水面 现在没有结冰 只不过现在SU14版本 算结冰的这个计算有问题 SU15会修正 算了 感觉降不下气球也太高了 多长时间 现在顺着寂静路线去一个叫三丰山的很奇怪的石头 我现在不建议是绕的 赶紧爬上来 因为你再不爬的话 一会儿就没时间爬了 非火山的各位注意爬的时候 多调一下那个混合笔啊 调混合笔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调过头 都调到断油 我就认真 山谷里的气流有点乱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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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那边的酒是 是想干啥呢 啥 左边那个朋友 是 贵 现在飞高之后 各位就能看到这个山顶 真是不错 这块所有的山都是可以登的 都是有登山路线的 如果各位对登山有感兴趣的话 你们就有目标了 是吧 尤其是像这边有个很高的山顶 你们谁想登山的话可以来试试 是可以登的 是有路线的 你看前面还有山路 都是路都是已经走好的 山峰山好像我已经看到了 但是在云里 一会儿飞过去再看个细节 它叫山峰山 这个名字就很直白 是三个非常出细的 凸气的山峰 而且离得很近 就统一叫山峰山了 特别出细 然后看到山峰山之后 就迅速降高度 继续穿一些山谷 先别说山顶了 我现在在六千多 已经感觉到乱流比较惨了 我们连飞活动是礼拜六晚上 下周六不出意外的话 是我去WATSIM 然后各位可以来听一听 WATSIM上都是怎么通话的 多半可能会去美国 但是具体去哪 还要看当时哪些管制是开放 美国就再见 那不是日本 国内的还可以练一练 国外的英文 一直没有去练英文 我现在高度不够 还不能直接翻这个山 我现在往前飞一会儿 蓝克山左边的伞 好像我多人回来了 好像多人回来了 飞的比你们 好像有点靠前太多了这样子 后面好多人 开窗交流 请打开窗口交流 这地方开窗交流 第一冻死你 第二冻死你 第三冻死你 表演 空中剪刀手 空中手术刀 行 现在各位的目标是找到三丰山 这名字就很直白 是三个很粗细的 在一块的很尖的山峰 就在激进路线上是能看到 但是各位也 我觉得是在这边区域的这个山顶上 所以各位得先爬上去 不是左前方 你看到的是吧 不知道是不是左前方那个 反正很粗细就是 那你要是粗细嘛 又不是很粗细 然后爬一块 我过一会得绕一下 现在我还在七弦度 找到山峰山之后 就可以继续顺着路线往下冲 下面还有一段可以穿山谷的 而且最后这段我是建议穿山谷 为什么说建议穿山谷呢 因为最后 如果你在山谷里面的话 看到目的地机场的时候会比较震撼 这个气温它结冰很正常啊 三千多三千多米内 好家伙确实我能不能开航去 没记错的话 我再往这绕的话 就能找到山峰山 好像看到了 在正前方 你的航向正前方 对吧 很粗细是吧 但是我只看到两个风啊 先爬到 爬到比山顶要高 然后继续看找找去去 你的航向正前方 应该是那个 在两七动方向 两腰动 两腰拐 这块乱流确实比较比较扯 各位注意啊 我记得是游戏里做了一个地景 而不是地形 我只想落下来 我这现在渲染这个卫星图的这个流量有点低 所以这块山看着不大对头 对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看出来了 而且下面还有楼 估计是来这登山 从这个位置看这三封山其实挺震撼的 对就是这个 明显感觉因为是地景嘛 所以这个它下面这个和山体连接不是特别的精密 一条纹一条纹一条纹的 对 然后这有些楼 这几个楼估计就是在这放酒店 然后从这看三封山 挺震撼的 绕一圈 高度是9000英尺 那石头没雪 应该是和它这个 它这个石头是按地景做的嘛 对吧 我估计是这个地景 下面这个地形颜色没匹配 因为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你自己想想 做的不是特别精密 只是这么说 然后我查了一下 这几座山峰 有人登我 没问题 有谁想登山的可以来试试 然后过了山峰山之后 继续沿着飞行计划 可以往下俯冲 准备穿山谷 然后因为正好现在在这么高的高度上各位可以环顾一下四周看看这个看着看这些连连起伏的山顶这个景象 这就是豆落米地山脉了 电航路走了 怎么前面又管回来了 其实前面那个大弯 我觉得倒是不用过去 这个计划其实那块那块有个湖泊的 仔细想那个湖泊已经看不见才对 风如定 不是风乱风倒是不乱 不知道为什么飞机一直在抖 那这不就是风乱吧 风向看到没风向数据还好 乱了开始乱了变了 在现实生活中来飞的话 估计现在已经是进入健身房环节了 有点像那个活动的那块区域 那个图 我看一下现在正好抽这个空 看一下当地修压 当地修压腰动动8 各位可以调了 然后博尔扎诺机场目前风比较小 顶峰的一边是19 腰带19是只能靠墓室盘旋来降 如果想省事的话就这样动摇 动摇有个localizer 但动摇现在是顺风三级 各位反正自己开着办就行 我们的右边右前方那块机场 是什么机场 你说那有很多人那个地方吗 应该是尼斯普鲁克吧 有生力吗 怎么感觉老是往我推过机台 我翻一下现在的实时的气气 山上15接风 那就能解释了 风比较大 游戏里有什么看机场的插件 这个啥意思 如果你只是说看机场meter的话 这是自带的 比如说现在直接能看波尔扎诺 这是气场报文 写着呢 16动三节 1动动8 这不写着呢 这个功能是游戏自带的 只不过刚才我没用这个功能 是因为我有个外部软件 也能干这个事 拐弯过来是不是可以服装了 对可以服装了 正好是个山谷 直接能冲下去 搜游 而且最后这段我是建议服装 朋友们准备了 准备了快快快快 而且前面这个云雾这个云雾流的感觉有点仙境 铺一击直接浮冲 有人风挡结冰了 确实啊 这块的气温可能有点悬啊 各位注意 空宿管加热 我从确实该打开了 一直没打开 我已经开了 先把能加温的全点上去 压不下去啊 风大 顶风大 我接冰了 我的玻璃上已经开始有接冰了 好像没有开接 开气了 wind shield defroster cabin heat 从不下来 先把能加热的全点上好 没事 俯冲下去的话就好 我下面的气温高 没有什么冲不下 硬压 硬压机头 空中断油就冲下来了 对对对 那你应该学习帮开铺一级的 直接冲下去是吧 对对对 行 那个玻璃上的结冰应该都快快快消去 这块的温度已经上来了 有没有看高空的方案 如果你的飞机航电先进的话 你的飞机航电会爆出来 但是你有没有什么方式 直接知道游戏的数据 据我所知没有 在哪里飞 左边应该 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山谷 你看最后这段 我的路线其实挺绕的 跟着飞就行 如果走到前面来 感觉前面这里应该是有个 入口进去 一个山谷 哎呦卧槽 这风 这风 老板前面还有 前面高度还爬上来了 还得顶回去 我的 不是这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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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位度航点怎么做的 我是在NaviGraph那个程序上做的 做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静位度航点输出到SIMBrief上 然后SIMBrief成本计划之后 把那个文件下载下来 在游戏里读 读完之后 这个GIS这个航点直接认了 就不用输了 这么来的 现实中的GIS是 它专门有个模块 你可以造点 造完点之后 你可以把那个点作为 导航数据里存在的点可以输入 现实中的话 是通过这个方式 只不过游戏里的GIS 这个功能没做出来 我决定开一下地情显示 省着省着死 我怕死 这下能看到山谷之后就好很多 地情显示可以关了 谁在敲门 谁在敲门 一档 想下去瞧一瞧 这次是ICU14 我看你也直接 飞点十二我还得吃饭 我穿过最后这段的话就是到目的地了 我估计我还得飞十多分钟 也就正好是大概在24点的时候到站是吧 我看这个时间差不多 今天目的地是法国吗 意大利 从意大利飞意大利 然后到了布尔扎诺之后就是今天的活动 正式活动就结束了 如果还在的猛男子 我们可以来飞一下第二段 就是从布尔扎诺起飞之后一路向南 在山谷里面目视手操 回到我们起飞的贝罗那 这段就没多长了 因为刚才我们是那边绕了 绕了一个大圈绕过来的 飞五边的一种感觉是吧 这个五边绕了有几百海里 这个风好乱 我进到山谷了 我终于躲下来了 我手机看到航图这个颜色 A柱下面是我们表 这个是那个磁罗盘 你应该注意就是很多小飞机 是有一个 这有一个CDI 这个叫CDI 然后这还有磁罗盘 为什么会有两个显示同样信息的东西呢 因为小飞机这个CDI 是它会受这个磁偏移的影响 然后相当于飞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数据就失真了 需要和这个磁罗盘 再对一下来校准 这个拨扎道怎么那么熟呢 不是拨扎道我们常来 好像是什么上面 爬两圈一个力那个 对 我坐的那个极限机场 就是那个 你们像里面回到我 目前的风来说 都行 你手抄啦 将什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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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相当于做参考用的 他是突然告诉你这个数据 你按这个来 RNP周轮 但RNP这个一样 也是偏的偏那么多 最后还得走中导过来 我感觉我的爬高 现在比较惨 我往左边绕一下 绕一圈 最后一个点是爬爬 Brabble Z36 这个点 却可以直接执飞的 然后呢 开一路禁忆 不开禁忆的话我要死 好像最后的发布点 是在一条河上 对 但是一条河和地上 不是在一条直线上 等于你还要目视去调整 还是是 这个河的右边 可以跟发布点对齐 禁忆救了我一条命 我走 啥时候好想在飞一般呢 可家长不让啊 左侧玻璃上这个表 这个是气温 这是外部温度 外部温度 我多然又掉线了 又看不见了 这是在一个山谷里边 对 那个学妹叫河谷 是河加山谷 所以叫河谷 不是体下 这个是外部温度 外部温度 跑到旁边还有些高速啊 对啊 那就是那时候个小城镇 这不下 被禁忆救了一秒 刚才差点死了 我测 这个那个河叫阿迪结合是吧 对 阿迪 其实你们你们沿着高速也能讲 其实我想直接从那个山谷里出来 酱要求 这样一 这样看上去是会比较震撼 现在是哪边 现在我们在这个 你看这个机场的东 就北面往东 不就是个山谷吧 对 我们现在这个山谷的东面 正在这儿穿的 其实现在回头看景色实际 其实挺震撼的 说这话 这个起飞怎么起啊 你是说波尔扎诺吗 只能用那个19起飞 腰度不让起 度腰不让起 直接往南走 往南走 对 因为南面是很大的空地 你往北部怎么办 什么看的 ABC 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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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比较高 因为你结冰了 波尔扎诺这个有个VOR是吧 那VOR是在山上 河系上偏的有点远 那时候都开了 至少你家这看 波尔扎诺那个VOR的频率有多少 你抱一下 我这要输一下 11拐点动物 好多谢 11拐点动物 多谢 VOR接到了 我都没开电脑 我拿手机看的 Approach One Laner 我这个缝 那边我们自己人是不是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一个VOR 书什么书不书 直接默示 VOR是以VOR为参考点去绕两圈 就是那个就行 这个Cat A Cat B Cat C 什么意思 那个其实是按照你飞机的进进速度 给你分配就是 定定一些级别 比如说波尔扎诺只支持到B 找我的燃油啊 明天晚上飞吗 明天晚上飞吗 明天晚上可能就不飞了 我得剪视频去喽 进入外 我看有一条跑道是进入的吧 我是打算沿着这个山谷穿 因为穿着山谷之后 到了布尔扎诺 就是相当于机场会在你的左手边突然出现 然后我直接降下去 打算这么干 我记得我飞过 有一回VIC Bravo飞在这儿 是吧 对但当时我 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转两圈的手续 所以当时没有那个 当时我飞的是维生的飞机 对 诶 怎么还有一条滑行道跑道啊 不 那是草地跑道 维生机也不出来解冰效果 这边的通俗沟和鞋造 没这个概念吧 因为那边是不可能会有大客机的 那边最大的飞机应该就是冲八核一梯二的 再大的话没有了 沿着河谷能到那哪儿 尔尼斯普普克 那到不了 你得盘就翻山翻过去 那山有一半三千英尺的 啊 对 别忘了我们现在是在阿尔卑茨山里面 这不很正常吗 对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外星人在美国呢 啥 我看边有什么 今天在美国有外星人 你说啥呢朋友 哇 是说了一个说没有 他是说一句叫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有外星科技 不是他有一个视频 美国政府确实是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发布了很多 他们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的UFO 这个是事实 但是UFO和核实不是外星人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 稍等我认得没法看 这山上就是还有人住是吧 有人说美国保镖是西亿人 啥 我没听清楚你再说 美国保镖是西亿人 西亿人是老美那边 西亿人是一个全球著名港 你然后你就真信了是吧 这是个全球著名的梗 这个梗的意思就是 全世界的政府是西亿人扮演的 那所以说西亿人到底 你就信了是吧 你讲这个我就想起来 以前老美拍的一部 次老美拍的一部电视剧 里面就有 因为西亿人的这个梗 或者说这个文化现象 很早就出现了 然后美拍那个电视剧 我记得好老好老了 就是一丝的世界吧 对 而且美国人那个真是 骂起政府来 他他他他不管你人跟哪个政府 我们就不就是拉一块一块骂 对吧 之前不是说 PC要养那个飞机感觉被难飞 那飞机你要管东西很多的 之前不是说扎克伯格吗 没有面无表情 没有那个啥东西 我准备开始构型 准备开始构型 准备开始构型了 最后穿这块这块山谷的之后 我要开始构型 我发原神这个游戏已经快力气抱不远了 那不是说要 我不知道情文真的假的 不是说要跟米哈游断绝关系 他不就是米哈游的游戏吗 我就说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看到看到那个 星影 什么时候说的 梗图吧 别人截的吧 米哈游不是开发的原神吗 米哈游是发行商吧 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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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知道了 那就是应该是梗图吧 他 他爱你什么 建议一段 是不是这样可以减速 前面对仓游戏 你们准备开始构型吧 再不构型的话可能晚了 或者你们就用那个转两圈那个方式进进 我不拦着你们 是 是 我希望他假如说他提供服务 对我有补偿 我是不想用转两圈那个方式 直接就降下去 机场的高度是787的 787英尺的高度 有人说机场物很大目视不了 有的好玩的 确实很大 一般大臲是什么 啥 浪费 没正确入 浪费 浪费 这什么词 我自己包里面两个 大脸 股上圈的话就是在山谷传过去就这样 浪费我长14002米 这个机场有偏差是吧 什么叫偏差 我看这个机场信息写什么三度East 这个很正常 所有的词偏移是一个正常现象 全球都有 和你机场在哪儿没有关系 Vision Jet怎么调Course 你现在让我说真忘了 我觉得它那个自动驾驶编板上 没有Course这个东西 但能调进去在哪儿我忘了 确实往波尔扎诺飞的时候 感觉雾越来越大了 而前面这山一块看不见了 然后现在回头 其实景色还不错 没有玩什么一起没法作弊 这个是不是教程任务里面的 教程任务没有这儿 不是那就不是 就是教程任务一个Christman吧 还是什么东西152飞的 152没有来过这儿 就是一个也是云城山谷 下来就这样 游戏要玩的教程就到美国 不在这儿 8月晚上大家要睡有几点 我估计还是在这3 4点吧 昨天晚上 这块这个雾有点扯淡呀 机场标高多少高 刚才不知道700多吗 7百多还有一千因此差不多 蓝建议 放轮 开灯 游泵 游泵求人打开 看不见啊 真的看不见 啥都看不见啊 你们飞几班啊 不一定 看时间 通常一般晚上都是飞三班是吧 这屋里越来越大了 真的啥都看不见啊 我跟你说 我等着看三座老婆 只能看那个 只能看那个地形 这时候加名的好处就是 就完了 我也是加名 但我GNS呀 要不然这么说呢 没法作弊 其实我能作弊 我降19是吧 行 我GNS也有作弊选项 真是的 又不是说不能 怎么做呀 OBS 啥也看不见 可这个飞机没有地形那个探测呀 看到机 大概知道机场的什么方位了 用加名呢 就现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OBS是一个救命的玩意儿 可以试试 行 我也大概知道机场在哪儿了 然后我多人又掉线了 玩家只好名牌也没了 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LOST 迷失了 现在能建筑看多少米啊 气象爆门还是老的 没有写 行 有地形显示 有地形显示吧 加OBS 行 我知道我在哪儿 现在就没有问题 这个怎么看风啊 什么 这个怎么看一个雾 这个 看能见度报告啊 但是现在机场爆门是老的爆门 没有能 没有能见度报告 现在最新公信的是 现在最新公信的是 能见度 他他写的是VFR的 我为什么不信呢 最新公信的道是 叫什么 足够时间是18动 180 对 现在机场还是开的VFR 我为什么不信呢 我这是个雾啊 玩家名牌关闭 感觉雾散了一些 比刚才好很多 不是 有机场的灯光可见 我直接去过去下来去 没问题 现在机场上空灯幕是红的 还有深黄的 这个方向有趴屁 我直接可以看了 没问题 是我飘了好远 烂杆到顶 红杆到顶 油泵开的 一些构型 起落架 已经放下 进一满 好 跟着趴屁走就行了 大概在500英尺 400英尺的时候 能看到跑道 能见度好的话 其实整阵寒的 因为我们就是相当于 顺着这个山谷飞的时候 突然间 左边出来机场 这种感觉 本来想让大家看看这个 结果现在能见这么大雾 不是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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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9过来 刚好是逆风 风不大 所以无所谓 我都前面 我前面这个 F14 这个注意到 我觉得下不来 太高了 是吧 这Comanci很容易 很容易弹 但是对飞机没什么影响 因为能量其实挺小的 这个不所谓 就安全着陆 不都能掉线了是吧 我回来了 你刚说这句话 我就回来了 本来我看这没人的 结果一回来之后 发现这全是人 也是吧 前面0万 0万可以 阿飞换成了喷火 行我先把飞机停住 我先关引擎 一会儿再重新走一遍 关键这沙丘这铺一机 别人也能看见你这个机翼 这个状态 就很爽 是啊 断油直接断油 看一下它的喷火枪怎么样 我刚忘记开那个啥了 我先跟不不清楚的各位解释一下 喷火这个飞机 非常的难降落 不是开完小刀子 你看看 追悔了吧这个 喷火是飞机很难降的 非常难降 它本身是后三点 后三点的那个难度 在我们现在很 很多已经习惯了这个 前起托架的朋友已经很难的 然后这个飞机 它这个禁翼构型 以及起托架的位置 降到非常难 好了 本次意大利北部组队观光飞行的实况 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 欢迎点赞分享 这样能让各多的飞行爱好者 发现本期视频 也欢迎加入大波湖粉丝群 和其他飞友们一同讨论 最后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